大家好,我是小尹 今天我们用鸡蛋和豆腐来做好吃的 做法也是非常简单 首先把鸡蛋放入清水里,清洗干净 再放入锅中,加入清水,没过鸡蛋 再加一勺盐,防止煮的过程中鸡蛋破裂 然后盖上,大火烧开,转小火,煮8分钟 再准备一块老豆腐,把它切成一厘米左右的厚片 装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根大葱,切断 生姜,切片 半头大蒜,对半切开 装入盘中 再准备一块桂皮,八角,香叶,适量的干辣椒 一小把花椒,备用 我们的鸡蛋也已经煮熟了 把它捞出来,放入凉水里泡着,彻底泡凉 泡凉之后,再把鸡蛋皮剥去 如果你的鸡蛋不好剥皮 要继续放凉水里多泡一会儿 再用小刀划上几刀,帮助入味 锅中多放点油,烧至五层热,下入鸡蛋 中小火慢慢煎 煎至鸡蛋,表皮起一些小泡泡 马上捞出来,备用 不要煎的时间太长,要不然表皮会很硬 开大火,把豆腐放入锅里,再煎一下 煎至表面微黄,把它捞出来 像这个颜色就可以了 捞出来备用 再准备一个砂锅 放入我们准备好的香料 把豆腐和鸡蛋也加进来 再加适量的盐调味 加一勺黄豆酱 两勺生抽 一勺老抽 一勺蚝油 适量的冰糖 最后加入一瓶啤酒 啤酒没过鸡蛋就可以 然后盖上,大火烧开 转小火煮10分钟 哇,好香啊 香喷喷的 鸡蛋豆腐这样做,好吃不油腻 表皮有一点焦香,煎的时间短,不会硬 非常的入味,好吃 豆腐也是非常的入味 放冰箱里冷藏一个晚上 第二天吃口感会更好 凉着吃或者是热着吃都非常好吃 老人和孩子都非常的适合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